2017台电之美摄影大赏 征集近2000件摄影作品 除了电力生活的主题以外 今年更首度新增空拍组 并且开放电厂种地捕捉美景 让民众用新视野看见电力的不同风貌 10月13号与总处举行摄影大赏颁奖典礼 公布冠军得主 这次的评选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 我们看世界角度 看台湾的角度不一样 大家的程度都很高 这一次的评选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你要有看出现象的端倪 产生供应点 从这次精彩的摄影作品 让人看见了不同风貌的电力视野 电除了带给人们便利与绚丽的生活 这一切仰赖着许多背后的无名英雄 来运转与维护 而在极端气候之下 现今的用电模式 更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这张照片其实当时它是一个工作训练 木头电感现在很少了 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蛮能够传达一种同心合力 然后又有一种技术传承的味道 这是大潭发电厂 让人家看得到大潭电厂的新的基础 这两个基础也是那天并连发电嘛 54张精彩的得奖作品 到11月10号以前 于台电大楼副楼一楼文化一廊展出 参观民众还可以用九张当期的发票 免费换取得奖作品的明信片 一起来用摄影之眼看见台湾电力之美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